在阿拉列《遺跡与史前文明》這本電子書裏 提到這個巨型的木結構 我想問蔡牧師,其實這個有什麼新的發現 以及你本書籍有沒有提及的呢? 首先我沒有上到木結構 我有的木結構裏面所發現到的考古的遺跡 都是從祖克能克博士他的研究報告 考古學的分析裏面提供的 原來在這個木結構裏面找到有很多的一些證據 包括了有一些軟骨的石器或者是陶器 以及有一些動物的分別 更加我自己最著弱的就是有關一些鷹嘴斗 即是一些很古老的野生品種的鷹嘴斗的發現 這些在考古學上來說都是非常珍貴 可以用來判別到底這個木結構 即是阿拉利的遺跡 是何時的遺跡呢? 是成為了很寶貴的資料 而在我這一本的電子書裏面 是有提供這一方面的資料的 蔡牧師,其實這個木結構又是些什麼來的呢? 在我這本的電子書裏面主要分了六章 來到第六章裏面也有討論到這個木結構到底是什麼來的 是什麼來的呢? 就有很多人猜一下猜一下 可能是那些人養羊的地方 因為你說找到一些動物糞便 也都有人說可能是民居啊 是一些宗教的建築物啊 但是在這個電子書裏面去 根據這個祖克林克博士的考古學家的分析呢 他就很清楚地提供一些 說這個木結構極有可能就是一個海事的建築 他從很多個角度去講的 好似有成八個理由的 其中就是說海事建築才會把那些傢俬連接起在那些牆邊 那很多家的你不會這樣做 你擔來擔去的嘛 有人來會騰空多些地方的嘛 但是一個海事建築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那個海上會動來動去的嘛 在這個木結構裡面的建築物全部都是黏著在牆邊 那再加上呢就是原來在這個木結構裡面呢 又會塗了一些那些叫做蠟青 那你看回聖經呢 聖經就說就是羅亞方舟呢 裏外都有重鄉 重鄉那個呢 有些英文翻譯就是蠟青 那也是的 如果是普通人的屋子 那你塗了蠟青 那個人住在裡面 真的很不舒服啦 經常都聞著一層這樣的味道 但是呢 如果是一個海事建築物呢 你不喜歡聞都要的了 為什麼呢 防水啊 而在現在這個木結構裡面呢 正正式式就是有這個蠟青 那你說那外邊有沒有呢 就是外邊呢被一些雪堆住 很難去在這個時候去證實 那但是呢 你看回所有這些資料呢 都會構成一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海事的建築 那你想不想知道最近 我和這個祖克蘭克博士 談電話 又談了些什麼 談了些什麼呢 那大概幾個星期之前 我差不多和祖克蘭克博士 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長途電話 那麼他在美國 我是在加拿大 那麼當時我這本電子書都未曾出版的 那麼他就說 現在呢 其實這個遺跡呢 仍是繼續是發掘著下去 那麼而最新的資料構成呢 更加肯定或者是更有高的可能性呢 這個就是一個海事建築 比之前呢 是所提出的那八點呢 還會更加加強呢 不過在這個階段呢 這個資料就沒有辦法 和大家在這個時候分享了 那麼但是呢 在電子書裡面呢 已經有足夠的資料呢 讓我們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海事建築 嗯 那麼難得的資料呢 都在這個電子書裡面找到的 我鼓勵大家 快去以斯拉培訓網絡 訂購這一本 阿拉列遺跡與史前文明的電子書呢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